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方方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叫做草地上的罐头 那么在故事开始之前呢 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是罐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吃到一些用铁罐子装起来的东西 那个就叫铁罐头 那么今天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草地里 一片森林里面 草地上有什么 有绿绿的草 青青的草,对不对 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花朵 五颜六色的野花 大家看 这个就是五颜六色的花朵 看到了吗 这个黄色的花朵还有红色的花朵 一天啊 小猴子在树上玩 大家都知道小猴子吧 小猴子在树上玩 小猴子 然后呢 他玩着玩着 突然有一个罐头砸到了他的头 砸到了一下 他就觉得怎么回事啊 什么东西砸到了我的头呢 然后他就和他的朋友们 东张西望 左看看右看看 那么他们都没有发现什么 然后呢 他们从树上往下面望 哎 地上怎么有一个铁罐头啊 于是呢 小猴子就想 这个罐头肯定就是刚刚砸到我的那个东西 我们来画一个铁罐头 这个罐头里面装的是一些水果 这个是水果罐头 就像这样子的 一个罐头砸到了这个小猴子的头 他就非常怎么样 如果你 如果你被一个东西砸到了头 你会怎么样呢 会非常生气 对不对 这个小猴子呢 也非常的生气 他就想 到底是谁在白天 在大白天 这样子乱丢东西呢 他想啊 然后他的哥哥告诉他 小猴子的哥哥告诉他 肯定是人类 人类最喜欢乱丢东西了 小猴子就说 哦 原来是人类在乱丢东西啊 然后砸到了我的头啊 他就想 这个垃圾 我该把它放到哪里去呢 小猴子呢 就把它怎么样 又丢了出去 这个时候啊 刚好有一只野猪 什么叫野猪 野猪其实就是猪 只不过呢 它是野生的 野猪 我们来画一个猪 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里养的猪 就是一般我们吃的猪肉 那样子的猪 都是什么颜色的 都是粉色的 对不对 可是呢 野猪是什么颜色的 野猪是黑色的 猪有一个鼻子 一看就知道是它 对不对 它的鼻子 非常的明显的一个特点 大家看 这个呢 就是野猪 我们家里面养的猪 我们一般吃的猪肉的 那个猪 它都没有这个牙齿 对不对 它这两边有两个特别尖的牙齿 这是它的手和它的脚 小猴子把这个铁罐子扔出去之后呢 果不其然就砸到了这个野猪 砸到了它 野猪啊 就非常的生气 它就想 这又是谁 我在这里 无缘无故的被砸了一下 然后它一看 原来是一个铁罐子砸到了我 于是呢 它也非常生气 它就来到了一片草地上 来到了一片空地上 它在这个空地上挖了一个洞 你看 它在草地上面挖了一个洞 想要把这个罐头埋进这个洞里面 大家看 这个呢 野猪就想把这个罐头埋到这个洞里面 对不对 结果呀 本来野猪以为我不乱丢垃圾 我把发现的这个罐头埋到洞里面 那么就万事大吉了 对不对 它野猪觉得我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可是谁又知道呢 它把这个罐头埋到这个洞里面去之后 挡住了一个小动物的家 大家看 这个是小燕鼠 小燕鼠 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 就当作是小老鼠吧 这个小老鼠一般是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老鼠一般是住在洞里面的 对不对 一般是住在洞里面的 然后呢 小老鼠从哪里出来呀 它从这个洞里面出来 从这个洞里面进去 对不对 可是呢 野猪挖的这个洞 它把这个罐头埋进去了 那么就挡住了 那么就挡住了燕鼠的入口和出口 挡住了燕鼠的门 挡住了燕鼠家里的门 它现在出不去了 那该怎么办呢 燕鼠也非常生气 他说 是谁呀 没事 把罐头埋在洞里面 把我家里的门都挡住了 他又非常生气 于是呢 他就把罐头一扔 扔到了谁的家里面 扔到了小兔子家里面 再看这个是这个就是小兔子 它有两根什么胡须 胡子对不对 很可爱 还有大大的耳朵 那么这个时候小兔子在家里干什么呢 小兔子这个时候在家里面粉刷墙 大家知道什么是粉刷墙吗 其实就是用一些颜料 有颜色的东西刷在这个墙上面 然后家里就变得很好看 他在给家里刷颜料装修 然后呢 他刷墙刷到一半 突然一个罐头出现在了他家的门口 小兔子就想 是谁呀 我在家里装修 在家里给墙上色 已经有非常多的垃圾了 是谁还往我家门口乱丢垃圾呢 是谁乱丢垃圾 然后呢 正好小兔子家门口就有一条小溪 他家门口有一条小溪 那大家猜一猜 小兔子是怎么处理这个罐头呢 他对这个罐头做了什么呢 对了小兔子把这个罐头丢在了小溪里面 大家都知道小溪是里面有什么呀 小溪里面有水对不对 有水 水是流动的水可以流 然后呢 小溪流着流着 小溪慢慢的就变成一条小河 这个罐头啊 也随着小溪的流动来到了其他小动物的家里 这个时候啊 一只小鸟住在树上面 大家都知道小鸟是在树上面住着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小河旁边有一条 有一棵大树 小鸟住在里面 那么小鸟每天都会来下面的河流旁边找吃的对不对 他还要他要食物要吃的还要喝的水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就来到这儿 这个小鸟来到这个河流里面就发现 这个河流里面为什么有一个罐头呢 为什么这个河流里面有一个罐头呀 他就在疑惑了 谁往河里面乱丢垃圾 但是呢 他这次小鸟没有对这个罐头做进一步的处理 他呢 就看到这个罐头在小溪里面 在小河里面 但是没有管它 没有把它捡出来 于是啊 这个罐头就一直飘啊飘 随着水 随着小河一直来到小乌龟的家里 那么小乌龟的家里住着两只小乌龟 一个呢 是小乌龟的哥哥 还有一个呢 就是小乌龟自己啦 大家看 这个就是小乌龟 这个是大乌龟 大乌龟是小乌龟的哥哥 对不对 刚刚讲了 他们两个在家里干什么呢 他们两个坐在门口 在晒太阳 在晒太阳 这个时候呢 水里面的罐头流过来了 然后小乌龟就问说 哥哥哥哥 你看那是什么 大乌龟就说 这不是一个罐头吗 然后呢 小乌龟就想把它捡过来 可是啊 谁知道 这个河流啊 它流得太快了 流得太快了 小乌龟拿不到这个罐头 于是它就非常的伤心 但是呢 哥哥立马就把这个罐头 捡了起来 小乌龟此时非常非常的伤心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大乌龟在把这个罐头 捡回来之后 发现它这个罐头里面 什么都没有 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小乌龟非常伤心 原来呀 小乌龟是一个瘸腿的小乌龟 就是它的腿之前 因为一些原因 在出生的时候 腿就不太利索 它走路呢 就是摇摇晃晃的 像要倒了一样 所以它不能像其他小乌龟一样 去想去的地方玩 不能奔跑 不能和同伴们 朋友们 嬉戏 不能和他们一起玩游戏 所以那小乌龟 非常的难过 可是啊 大乌龟就告诉它 别难过 别难过 我的好弟弟 虽然这个罐头里面 没有吃的 但不代表 它是没有用的啊 于是呢 大乌龟就带着小乌龟 坐上了这个罐头 他们坐在了这个罐头上 大乌龟和小乌龟 哥哥说 大乌龟说 我带你去行游 我带你去旅行 说你不要难过了 我的好弟弟 于是呢 他们就坐在这个 好像是废物 好像是垃圾 好像是没有用的东西的一个罐头上面 开启了自己的旅行 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叫做 草地上的罐头 讲到这里就结束啦 大家下次再见吧 拜拜